第144集 徐莹失声痛哭 她边哭边喊道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 她是富二代有钱有势 我怕会连累到我的家人 我怕 徐莹 你相信这个世上有公道吗 叶浩轩缓缓地走到了她的跟前 跟她并排站在了一起 两人现在正处于阳台的边缘 恐高的人稍稍向下一看 就会感觉到心惊胆战 公道 是你 可是谁会还我清白 给我公道 徐莹的双眼中闪过一丝迷茫 我可以还你清白 给你公道 你相信我吗 叶浩轩坚定地说 声音中不知不觉地混上了清心症 徐莹激动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她抬起头迎上叶浩轩的目光 心中突然对眼前这个男人产生了一种狂热的信任 我 我相信你 徐莹有些朦胧 她突然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 她的身体一软 就要向楼下倒去 叶浩轩连忙揽住她的腰 把她抱了起来 刚才的精神骤然放松 透支的精力太多 所以才会失去知觉 叶浩轩横抱着她走下楼梯 早就等在一边的医生连忙推着担架跑了过来 叶浩轩把她放在担架上 用银针在她的身上的穴位上扎了几下 然后对许童童说 让她好好休息一下 许童童点点头 叶浩轩又问 你说的那些视频 现在有吗 给我看一下 许童童迟疑了一下 然后拿出一个平板电脑 在某个服务器在国外的论坛上找了一会儿 然后把平板电脑交给叶浩轩 叶浩轩看了一会儿 眉头猥琐 视频上的画面不堪入目 尺度大的让人扎舌 不难看出视频的女主人就是徐盈 而那个男人 却是被打上了马赛克 视频中的徐盈扭动着身体 有些迎合 但是叶浩轩把画面定格 不难看出徐盈双眼中的呆滞 她是被人下了例行春药 所以才会这样 她前几天精神不正常 就是这个原因 叶浩轩淡淡地说 那个混蛋是谁 徐童童咬牙切齿地问 不知道 但是我迟早要查出来 叶浩轩的话刚一说完 徐盈双目默然一睁竟然醒了 叶浩轩吃了一惊 刚才她已经用银针让她陷入了浅度睡眠 她竟然这么快就醒了 看来她心里的情绪还是不好 徐盈 你放松一点 我说过 我会还你一个公道的 叶浩轩连忙安慰道 盈盈 你放心 这件事情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我们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徐童童搂着她说 是赵阳那个混蛋 徐盈提起当天的事情还是泪如鱼下 当天的情形对她来说就像是一场噩梦 我是警察局的副局长陈若曦 你有什么委屈 请我说出来 我为你做主 陈若曦一直没有离开 她已经让警察把周边的人肃清了 徐盈流着泪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原来几个星期前 她跟几位同学去KTV聚会 后来有人递过来一杯果汁 她喝了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就发生了视频上的事情 是赵阳那个混蛋下的药 赵阳是理工大学的一个恶少 她老爸是房地产的大恶 有钱有势 她威胁许盈做她的女朋友 给她几天考虑的时间 那几天许盈的精神不正常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经叶好轩的治疗 加上她换了手机 赵阳有段时间没有找到她 就在前天 赵阳在校园里堵着她 威胁她不做自己的女朋友 就让她好看 她当时就甩了赵阳两个巴掌 后来就有了网络上的不雅视频 徐盈哭着把事情说完 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叶好轩咬牙切齿地怒道 这个王八蛋 对于校园的恶哨 叶好轩是最痛恨的 她转身对陈若曦说 陈局 当事人已经报案了 你还不去抓人 你有证据吗 如果没有证据 就算抓了最多也是关她 二十四个小时 陈若曦撇了叶好轩一眼 先抓起来立案 向法院起诉 证据我会找到的 那好 我去抓人 陈若曦转身喝道 集合 一队警察马上跑了过来 在她跟前排成了一排 去天华地产 把他们老总的儿子拘留 陈若曦做事向来是雷厉风行 她堂堂一个 中央警卫团的成员 做这个局长 真是有些驱才了 如果不是因为叶好轩 这点小事 她也不会亲自去抓 这些不雅视频 能删掉吗 叶好轩皱眉指着平板电脑 不容易 现在这些网站 服务器都不在国内 根本不受国内互联网管辖 徐彤彤摇摇头道 你懂得挺多的吗 叶好轩有些不怀好意的 扫了徐彤彤一眼 你 这是尝试好不好 徐彤彤摘哄着脸解释道 好了 不用解释 解释就是演示 叶好轩转身给雷电 打了个电话 老板 有什么吩咐 有一个视频 我想让它从网上消失 但是服务器是在国外 你有办法没 没问题 明天晚上之前 我会让它消失 那好 视频链接我等会发过去 叶好轩挂断了电话 雷电是负责情报的 他的黑客技术 都是秘密培训的 这点小事对他来说 是小菜一碟 雷电曾经黑过五角大楼 他们小分队在意时 简直是无所不能 徐莹 去医院休息几天吧 你放心 你的事情马上就会有眉目 我会让那混蛋付出代价 叶好轩转身道 叶医生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徐莹流着泪点点头 当天晚上 理工大学的校园论坛上 就出现了一个帖子 帖子里所写的正是徐莹的遭遇 这帖子很快引起了 全校大部分师生的共鸣 帖子用红色的字体打出来的 那一句句简直就是血泪的控诉 让人看了心酸不已 大家对徐莹的遭遇 纷纷一分填膺 纷纷支持她起诉赵阳 一来是徐莹的遭遇让人同情 赵阳原本就是 理工大学的一个恶哨 平时胡作非为 但是家里有钱有势 很多人得罪不起 校董事会当天就做出决定 把赵阳通报开除 并且全校通报 对于徐莹的这件事情 理工大学做出最大的努力 短短的半天 青园各大媒体的头条上 都在报道着这件事情 社会上的舆论已经制造出来了 就算赵阳他老爸有着通天的背景 在这件事情上也难以打点 公安局已经立案 并且已经向法院起诉赵阳 定在一个星期后 开庭审理这个案件 徐彤彤花重金请来 青园市金牌律师冯毅 为还徐莹一个清牌 清园人民医院中 徐莹躺在病床上 短短几天 她经历了太多的大风大浪 她的父亲母亲 一直在一边陪着她 给她安慰 这天晚上 病房的门一打开 两名身穿黑色衣服的人 走了进来 你们是谁来这里做什么 徐莹营的父亲站起来问 我们是赵总的人 对于赵公子的事情 赵总表示歉意 一名黑衣人 微微的一躬身 混蛋 道个歉就算了 我女儿的名誉清白 被那个混蛋毁了 滚 马上滚 徐莹营的父母大怒 致着两人大骂 我们今天来 是对徐小姐表示慰问的 顺便给两位 谈谈撤回诉讼的事情 黑衣人淡淡地说 撤回诉讼 你们休想 两位先不要把话 说得太绝了 赵总是什么人 你们不是不知道 你们得罪不起 一名黑衣人喝道 哼 我不管姓赵的是什么人 我女儿受的委屈 不能就这样算了 撤回诉讼 是不可能的 你们没有证据 就算是起诉 胜算也不大 况且 赵总是什么人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如果你们执意这样 我保证 大家会有些不愉快 你在威胁我们吗 滚出去 不滚 我马上报警 徐盈的母亲拿出手机 妈 不要报警 病床上的徐盈突然坐了起来 她冷冷地扫了眼 黑衣人道 如果我撤诉了 会有什么好处 盈盈 你 妈 我心里有分寸 姓赵的家大业大 得罪不起 我不想连累你们 徐盈痛苦地说 盈盈 我不能让你受这个委屈啊 她的好处 我们不能要啊 爸 听我意思 好吗 徐小姐果然是事物 门口一名中年人走了进来 正是天华地产的老祖 赵天华 天华地产也是情缘数一数二的房地产行业 赵天华打拼十几年 现在身家几十个亿 黑白两道都吃得很开 如果不是这件事情 让赵天华的竞争对手揪着不放 他也不会来找徐家私下和谈的 你就是赵天华 徐盈问 对 我就是 对于我儿子犯的错 我表示歉意 赵天华虽然嘴上浅卑 但表情不可一世 根本就没有一点道歉的意思 他坐在一张椅子上问 如果你们撤出诉讼 我开出一百万的价码 你儿子毁我清白 拜我名誉 就算是你把整个天华地产卖了 我也不会撤诉 徐盈眼光中突然闪过一丝冷意 他突然改口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们不撤诉 我保证你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赵天华一争 不明白徐盈突然为什么改口了 这个世界上有公道 也有法律 你儿子毁了我 一定要弃诉他 我要让他坐牢 狗屁 法律是给你们穷人说的 这个世界上 钱可以买通一切 我也不瞒你说 公安局法院里都有我的人 你们只会败诉 姑娘 我劝你别傻了 女人不就是给男人干的吗 我儿子看中你 是你的福分 拿钱稀释宁人吧 赵天华冷笑道 你个混蛋 滚出去 徐副大怒 抄起一把椅子 就向赵天华的头上砸去 他身后的一名黑衣人 躲过椅子 一把将徐副推到一边 后天就是开庭的时间了 你最好快点考虑 这个世界上 总是会有很多事故的 如果你们一意孤行 出门的时候 可要当心不要被车撞了 赵天华冷笑道 你们在威修啊 徐盈冷冷地说 我就是在威胁你们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报警抓我 赵天华嚣张地笑道 不瞒你们说 我混黑出身 警察局进过无数次 你们报警了也无济于事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公道 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公道 有钱就是公道 赵天华点起一根雪茄 我身家十几亿 你拿什么跟我斗 醒醒吧 是吗 徐盈突然冷冷地一笑 顺手拿过床头的一个被书本遮住的低微 她笑道 赵天华 你刚才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会作为证据 你儿子等着坐牢吧 你耍我 赵天华大怒 总算明白徐盈 在她进来后的态度 为什么会变得强硬 刚才她说的话 足以证明她儿子做过的事 本来证据不是很充足 这下倒好 她自己傻逼一样 弄出对她儿子不利的证据来 躲下来 毁了 赵天华向徐盈一指 两名黑衣人点点头 一同向徐盈冲去 就在这个时候人影一闪 孤狼冲了过来 孤狼就是叶好勋在医学交流会上所救的那人的儿子 原名叫二狗 因为一身的功夫扎实 被王铁柱砍住 拉到了自己的身边培学 众人眼前一花 孤狼已经冲到了两名保镖的前面 他咧开嘴一笑 一拳轰出 最前面的那名保镖一声惨叫 口喷鲜血倒飞出去 孤狼从小在少林寺塔沟舞笑习舞 走的是刚猛路线 两拳就把这两个黑衣人放翻 你 你是什么人 赵天华吃了一惊 自己的这两个保镖身手不错 没想到啊 被来人两拳给放翻了 他打听我 徐家两口子只是普通的职员 没什么背景 嘿嘿嘿 我是你大爷 孤狼咧嘴一笑 提起赵天华像是提小筋一样丢了出去 东西交给我吧 待会谢谢叶医生 徐盈把手中的低微交给叶浩轩 孤狼点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 在律师事务所里 许彤彤和叶浩轩还有冯律师 在看着低微 低微已经被特殊剪辑过了 就是赵天华嚣张的那一段 雷电的手段不是一般人能比 视频剪辑的不露痕迹 就算是拿去鉴定 也鉴定不出来这视频被剪辑过 证据不足 单凭那孩子的话 不足以让赵阳重判 而且赵天华有门路啊 但有了这视频就不一样了 到时候当庭放出来 就算是他打点过关系 他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袒护他 看完了视频 冯律师点点头 这个视频要是留到网上 会有什么后果 赵天华会被人喷死 不过暂时不要传到网上 在法庭上拿出来效果更好 还有 他们请的辩护律师 也是金牌王天明 不好对付 王天明 我去查查他 叶浩轩转身拨了个电话 吩咐了几句 雷电的情报网已经相当的强大 鬼知道他有什么门路得到这么多消息 但是国家秘密分队出来的人 手段相当的不凡 可以说清源一般的市民 没有他查不到的消息 一眨眼就到了开庭的日子 这宗迷奸案这几天被吵得沸沸扬扬的 一大早在法院的门口 就站满了记者 还有一些理工大学的学生 他们无一例外 围在法院门口 为徐盈加油 几辆车缓缓地开了过来 徐盈有些迟疑地从车上走下来 陪在他身边的有许童童和张月 以及几个好姐妹 他们一走下来 人群们沸腾了 几个条幅马上拉了起来 同时理工学校的学生们大喊 徐盈 不要怕 我们支持你 严惩招扬 严惩招扬 这件事情经过雷电有策划的炒作 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 赵天华的地产行业 也纷纷地遭人指责 他原本销售极好的几个楼盘 也因为他儿子的事情 遭到了影响 要不然他也不会着急地 找徐盈的家人商量 何谈的问题了